Hello 大家好 我是波仔 又回到堅仔跟進馬的時間 昨晚谷草絲跑道的賽事 9場賽事 大熱門不是雷神就潘頓 但成績也算不錯 有2win 4個第二 全部集中於雷神身上 還有48分做了騎士王 打沉了潘頓 近期潘頓非常黑 9隻熱門馬中輸的 他自己也佔了兩隻 一隻是贏波超影 另一隻是尼茲贏 看回鎮上的滯魚 有些馬踩碰他 弄得他動彈不得 尼茲人入直路更加看不到胸 嗅一下馬的味道 我相信潘頓也不是美而 不過潘頓接下來 我相信飛機可能會側重 沒有埋拉那麼熱 看看會不會反底 拼回好賠率 而昨晚的賽事裡 私跑道 本鷹不利走3點的馬匹 但直路走內蘭的馬匹 就不太好 所以後上的賽區 都會提升他的戰鬥能力 而昨晚的賽事 如果去到下半場 走內蘭的馬匹是更加不利的 如果你再做筆記的話 可以這些馬會調升 因為形成了假賽職 而今次想和大家跟進的馬匹 都有兩隻 先來看第一場賽事 我們回到 堅仔香港賽馬APP裡 看適合賽局派了 看見首月18日 谷草絲的夜馬 頭場的時間 跟進今季 非常努力去爭冠軍方家拍馬房的馬匹 選了就是翠兒 為何要跟進方家拍馬呢 記不記得第一集的時間 和大家說 他那隻果然有 都是阿方的 起步了 之後再追回 昨天如果制御順利一點 也有機會贏 一直追著阿方的馬匹 可能甘鬼都沒有錯 因為他一早定下決心 全面出擊 那些馬匹還未交代 更加要相抵抑章 要交代給馬匹 而翠兒昨天有什麼值得看點呢 看看頭場的時間 頭兩段就做了46秒多 那些馬匹比表演時間 跑了五線半 整場馬現在跑了頭四名的馬匹 都是1400有個表現 上名的馬匹 即是考氣量 我們這個時間看一看賽事片段 翠兒這件衣服的紫色 當時是排八檔的 我們在右上角的位置 看看賽事重溫 八檔起步 巴道拆旗 其實他是稍稍的 黑咪士 接著放在內檔 都是先省位 我相信巴道在當時 都沒有想到 頭場的時間段速快得這麼厲害 剛才也說了 頭四名的馬匹 白駿洪峰 神奇大帝 軍炮 以及重複者 都跑過1400甚至1600的馬匹 對於氣量要求 頭場的賽事都非常重要 現在看到在尾四位置 要打邊 又要推騎的賽儀 似乎還未能跟上這個步速 但是 這場回到直路的時間 他有點追勢 再看下去 給兩步 跟著 咬得住這個步速 轉彎 現在在內檔 準備出二碟 但是前面那個金黃袖 神奇大帝 一旦關上 打一個左燈 他又要再閃進去 影響了一些步頻 動力 他一直捐回內檔 其實他是有追的 跟著一場快步速 再慢慢追上來 練氣方面 他也有些掌成 回到內檔 他也不是認真真 騎得非常用力 或者有很多空位讓他走 所以我覺得這場賽事 這場的翠兒 經過了一場快步速的洗禮 對於他的狀態提升 氣量也有幫助 落筆記 在爛中這個位置 雖然在步速方面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位置 他有一點快步速的 受益 但是你也會忘記 他以往上一次跑1400也是不行的 雖然這裡我當綠色他賺了 好 但是在這個位置 可以在商隔25天 整體的匹馬 這場的形勢 都是比較差劣的 沒有什麼受制氣量的要求 還有入到直路程已經受了 都可以剔下這些東西 甚至直到內檔都不太好 都是稍稍虧的 都可以給回一個紅色的指示 下次可以更容易看得到 記得要保留著他 好了 看完這隻賽儀 看看是否方家帕 接下來可以爭冠軍其中一顆棋子 另外第九場的時間 這隻是莫雷拉賽案的合作 就是共廠繽紛 賽前我在節目直播的時候 其他人都是擔心距離三班 究竟能力是否可以站得住 之前也上一場輸入 但是他轉來谷草 可能會找到一個新天地 因為三班千二 像這些喜佳龍76分 贏完馬 照計就要升班 甚至第七場風雨區 美麗約洞這些 其實大家都覺得他的實力見盡 而且他們都賺了一些形勢 這隻共廠繽紛 如果在菊草裡面已經適應了 不要忘記了 昨天也有少許下雨 去到尾段場次 證明他下雨來跑 他也可以應付 好了 儘管看看昨天的賽事片段 四檔起步 白衣就是共廠繽紛 莫拉的坐騎 這隻馬起步也很快 你看到一路雷神都要迫著他 第一次來到菊草 由傍晚的時間 等到尾場 初跑菊草也算是 升得不錯 相對於喜佳龍 已經有過夜馬的出賽經驗 其實他會輸時些少 我們就飛去直路開始看 出彎的時候 看到他扔了三貼 轉了急彎進直路 看到雷神是納兩下姜 就已經可以放直線 幫這隻馬的共廠繽紛去衝 其實他表現得相當好 比我想像中 他不是捱回來的第二 而是前逗 鬥輸給一隻喜佳龍 三匹馬都扔掉了 後面那些三班千二的賽區 假以時 他再對也是這堆的馬匹 我相信他都可以說十拿九運 那段故這隻共廠繽紛 蔡也不會拿回田草路跑 繼續在谷草的攻堅 遇到三班拆掉的千二馬 相信也有機會保重 今年蔡一改作風 不是十月介賽 不是十月才來攻堅 所以這隻共廠繽紛 我相信也很快可以保重 好了 今天跟大家談了兩隻跟進馬 不妨下載我們的堅仔 下你的手機和平板電腦 做筆記 日後就可以乘斷掌握 事半功倍 好了 在節目完結之前 記得看我們的平板優惠的廣告 有個東西介紹給你 我們下次的堅仔跟進馬 播仔和大家見面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再加上我們的專業馬評家團隊 堅仔五虎 對每場賽事的獨特見解 那就每個賽日都賺到笑 不止這樣 用堅仔 就連你回到內地出差 都隨時可以用得到 只要你一打開APP 所有資料即時更新 那就不用到處去撲報紙了 除了跑馬 這部機還有很多用途 你用來看戲也可以 看球也可以 打遊戲、報劇通通也可以 整個套餐包這麼多東西 二千元都不用 除了開每個賽日 才是二十元左右 你想想 其實你沒有付多套錢 你只是用平時買馬步的錢 那就多一部平板送給你了 還可以一次過享受這麼多功能 是不是很划算 這部機架 都是我們用堅仔年費 倒貼給你的 其實我們現在買一部 就虧一部 外面的平板 閒閒地都過千元 我們混合堅仔年費 這部機價實際仍然三百元 三個稅一部全新平板 你去黃金和淘寶 買一部二手的都不止這個價 這個優惠不是時時有 只是限頭一百名的用戶 才可以享受得到 這麼好玩 你還不快點 電話預約我們上來買機? 數量不是剩下很多 遲了就沒有了 快點打電話或者Whatsapp我們 電話55361016